我们还是先看一处圣经在新约路加福音书 路加福音书第23章 路加福音书23章 我们要从第33节读到43节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的经文 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这段圣经的真理 路加福音23章 第33节120页 在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冰冰就粘究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吃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 可以救自己吧 冰冰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 下面有小字 注意看小字 有古卷 再次有小字注解 用西里尼 西里尼就是Greek 就是说希腊 罗马 希伯来的文字 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个童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计较 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个就应声责备 他说 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我特别要求诸位留意这句话 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下拜 因为出于你的话 没有一句 不带着能力 你的话安定在天 也尖利在地 天地万物都会改变 你的话永不改变 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然你把我们的信心 就是安定在你的话语上 让我们真是经历任何苦难 任何试探 任何遭遇 我们相信 你是负我们责任的主 我们就能够在你里面 享受真正的安息 我们再一次因着 你在十字架上的旧恩 使我们今天坦然无惧 来到十人宝座面前 能够蒙恩惠得连续 做随时的帮助 为此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的祭 愿主你分别这一段时间为圣 不给撒旦恶者留一点地步 使我们安静在主的脚前 听主的话 领受上好的福分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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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 要好 好 两个 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把它图画画 把它图画画放在黑板上 那么这里面 这里面有三个十字架 树立在一个山上 这个山叫做哥哥他山 圣经翻作都楼地 那个时间是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 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有三个十字架 树立起来了 这个十字架中间 挂着一位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 左边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 背叛死刑 挂在上面 右边同样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 背叛死刑 挂在上面 这幅图画呢 可以说是 人类历史中间 最严肃的一个事实 也是这个今天的世界 一幅可以说是最有讽刺性的 一个缩影 一个缩影 也可以说这是神的救恩 一幅清楚的图案 所以我们面对这幅图画 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 严肃的态度 我们来思想这幅图画 带给我们大家的教训 首先我们要思想的 这幅图画里面呢 中间挂着是 人类救主 耶稣基督 左边一个强盗 右边的强盗 根据 刚才圣经经文自己的启示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这两个强盗 结局并不相同 一个沉沦了 一个得救了 用世俗的说法 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地狱 同样是杀人放火的人 都是该死该亡 而且已经被判死刑 丁在施加上 他们两人要想做好事 也来不及了 也没有机会了 都是坏人 恶人 罪人 被判死刑的 死囚犯 但是结局并不相同 一个到洛安去了 一个到阴间去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 这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 的奇妙的地方 这也是今天人类 都应当认识的自己的本相 自己的光景 我首先要强调一点 这幅图画在上帝眼中看起来 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缩影 把它缩起来 浓缩起来一个缩影 因为在上帝看起来 人人都是罪 有罪 人人都杀人 都放火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恨弟兄 就是杀弟兄 我恨你 我就杀你 那么这个杀呢 不在乎外人的刀枪 在乎里面心中的仇恨 我恨你的时候 上帝说 你在杀人了 因为神是看内心 人是看外貌 昨天前天 我一直强调这个真理 那么放火 强调放火了 那我们也放火 圣经说 我们的舌头就是火 舌头就是火 那么舌头随便说话 不受约束 或者是论断批评 或者说闲话废话 或者说肮脏污秽的话 说不造就人的话 说有无中分有的话 这些话语呢 在神看都在放火 所以照着圣经的观点 我们今天照着这许多人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就杀了多少人呢 我们就放了多少活呢 我们都在杀人放火 有意无意的 或者知道 或者不知道 都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情况 在神看见我们都是强盗 我没有意思得罪你 你也许你说 扣弟兄 你才是强盗了 你姓扣 昨天晚上有一位弟兄 太客气了 也做见证的影响 他都叫我官弟兄 真的 我想他在客气客气的关系 不好意思叫我扣 是Robert Robert扣 就是扣 真正的扣 强盗 这个 我有一些外国朋友 他说 哎呀 扣弟兄 你这个你这个要一个英文名字吧 我说我我我英文也懂得不多 我这英文名字干什么 哎 他说要有一个 或者John Steven 什么叫一个 我说我都不配 你要叫我 我叫巴拉巴好了 哈哈 巴拉巴是个强盗 巴拉巴扣 叫巴拉巴扣 也可以 这扣是个强盗 我不晓得当初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选择这个字 对我带了许多困扰 但是一个感谢主 也给我带来见证 我想啊 我们都是扣 虽然我不勉强 你信我的信 哈哈哈哈 可是在上帝看见 我们都是强盗 但是既然都是强盗 就都是该死的了 这都一般挂实价了 可是结局并不相同 这里一个左边一个强盗 右边一个强盗 我不知道当年是哪一个强盗悔改 哪个强盗不信 我们假定吧 右边这个 我们算他是悔改的 左边那个 算他是不信的 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随便这样用一下啊 那么 这个两个强盗 对主的态度并不相同 一个呢 绩效主 左边那个绩效主 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下来啊 你可以救我们 我们就相信你了 他不信主 绩效主 这边一个强盗就说话了 他说你我既然同样是受刑罚的 你还不怕神吗 你还不怕 懂得怕神了 底下说我们所做的和所受的相称 我所做的杀人放火 我所受的是死刑 这没有话说 这应当受的 那么既然如此呢 那么我们难道 难道还有什么话说呢 同时他替主做见证 他说这个人中间这个耶稣啊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然后他求告主明了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反求告主明了 就必得救啊 所以这个人完全具备了救恩的条件 具备了一个人蒙恩的条件 他都具备了 所以他得救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是主亲口的应许 那么这样一来 你看这个人 这边这个我们上那是得救了 因为他实实在在 认识救恩了 接受救主了 悔改认罪得救了 刚才我们弟兄说的好 神所要的不是什么献祭 忧伤痛悔的心 主必不倾慨 他实在有忧伤痛悔了 从他话语上显出 他是悔改的人 所以这个人在乐园里了 得救了 将来我们都要见到这个 见到这个 见他的面 这位强盗弟兄都见面了 我都认识他 那个强盗沉沦了 他不要主 讥笑主 他求是妄求 那么这些地方呢 你看一个沉沦 一个是得救啊 并不决定于 他的道德如何 并不决定于 他的行为如何 并不决定于 他生前做了什么善事 也并不决定 他有多少学任 多少财产 乃是决定于 他们两个人 对中间这位 耶稣基督 所采取的态度 这是救恩 这是福音 你看这两人 都是该死该亡 他要行善 也来不及 没有机会了 可是结局并不相同 他还有一口气在 他还有机会 一个信耶稣 得永生 一个不信耶稣 得不了永生 神的震怒 藏在他身上 因此这两个人 的结局不同啊 不是决定于 他的行为 所以我们得救 是本乎恩 因着信 不是靠行为 所以这两人 要讲行为 都是坏蛋嘛 有什么好呢 两人都是坏人嘛 但结果并不同了 我再强调说 他们两个人 一个得救 一个沉沦 不是决定于 他们的行为 乃是决定于 他们对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采取的态度 一个接受 一个拒绝 接受得救 拒绝沉沦 这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这也就是人类 所需要明白的真理 我听到我们美国的弟兄 一直强调 讲到提摩泰 讲到保罗的功能 我就讲到 提摩泰书信 有一句话 保罗告诉他说 这圣经 能够叫你 因信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今天最大的需要 有这个得救的智慧 你有很多 能够拿到 博士学位的智慧 不如这个得救的智慧 不错 我们得救了 能够有个更高的学问 更多的知识 能够为主做更好的服务 那是再好没有 但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知识 世界的学问 可你有一个得救的智慧 也就很好了 得救的智慧 是最高的智慧 很多学问很高人 专家学者 不认识这个得救的智慧 他连圣经都读不懂 他不能信 他缺少得救的智慧 所以保罗说 这个圣经能够叫你有得救的智慧 因信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需要这个 这两个强盗 我想没有念过什么书 杀人放火 但是感谢主 他居然有得救的智慧 这是怎么样说 我们没办法了解 其中奥秘是不能了解 可能是神在万事以前 拣选他了 他实在在最后一个关头 快断气了 快死了 他信耶稣了 那是非常危险的时候 如果他这一段时间不信 他就死沉沦了 但他能够接受主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救恩的真理上 这副世界的缩影上 去静深的一步了解他 到底我们怎么样蒙恩得救 那么我再来再分析一下 当年和主耶稣基督一同盯在 十架 这三个枪 两个强盗 这一个不要不信主耶稣的强盗 他的说法怎么说呢 仔细的分析一下 他说他讥笑耶稣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 我们晓得基督是希腊文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这个意思就是受高者 受高者什么意思呢 旧约时代有三种人 都要接受高油的涂抹 一种是先知 一种是祭司 一种是君王 先知是传扬神的话 祭司代表人在神前赎罪 君王是奉主神的命 管理百姓治理百姓 那这三种人呢 他要是他这个植物被确定的时候呢 用一种高油 就要是用香膏 从头上给倒下去 好像相当于现在案例 牧师长老执事一样 这一高他就成立 他的职位就被尊重 他的职份就被尊重 所以这三种人呢 都成为受高者 那么在旧约时代 所有这种受高者呢 有的是先知 撒末尔 有君王 比方是扫罗 大卫 有的是祭司 亚伦这些人 这三种职份呢 不会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唯独耶稣基督 他这个受高者 他这个弥赛亚 是集中的集 集三种职位于一身 他是先知 他是神的先知 但他的先知不是单单传神的道 他本身就是道 太多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先知 不是说把神的话传出来 他本身就是道 他就是活的话 神的话 活的话语 所以你看从他身上就看见都是神的话语 神的力量出来了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所以旧约时代的先知不过是个一个代言人 替上帝说话而已 但是耶稣基督这个道 他本身就是上帝 他就是道的本身 他不是传一个道 他就是把道显出来了 活出来了 所以这个先知高于一切 旧约时代有祭司 祭司替人献祭 人有罪的感觉了 把牛羊杀了 拿血去献祭 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呢 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献上 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 在十字架上挂在上面 他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 他是神所设立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念 因此他不是单单替别人去赎罪 他自己变成个罪 变成罪的形状 他变成个祭物 罪的一个赎罪祭献上了 他是无罪的 却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 挂在木头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祭司不同于一般的祭司 旧约时代有君王 大卫 所罗门 扫罗都是君王 但那些君王还会犯罪 那些君王治理的国度还会出事情 国家还会有兴衰的种种不同 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呢 他不是在世界上管理什么 当彼拉多审问他的时候 说你是王吗 他说我是为此而生 为这个王而生 可是他底下说句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臣服必要为我征战 使我不被交在你的手里 所以主的国度不是在 今天来说 不是在地上有形的 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带来一个有形的千年国 那是有形的 今天主的国度建立在哪里呢 建立在我们心里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 主说了 神的国在哪里呢 不在这里不在那里 那是在你们心中 也在你们的中间 所以这个中间就是教会在一起的时候 神的国 无形的国就在教会里面 今天神的国建立在你我基督徒的心里面 成为他在心中的王 管理我们的思想意念 言与行为 这是王 所以主耶稣这个君王不同于世界的君王 世界的君王就能在外面管理你 定了很多法律 以犯法抓你 但是今天主呢 他把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 他在我们心中做王管理我们 我们更逃不过他 世界的君王你可以想办法逃 找那个法律的漏洞 你还能够逃 你可以想办法逃税 有种种方法 但他在你心中做王你逃不掉 你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个思念 他都知道 所以这样的王彻底的王 真正的王 所以那些先知 祭司 君王啊 主耶稣基督都不同于人间的那些 那些这个受告者 同时人间也没有一个人 把三种职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但是耶稣是集三者职位于一身 这才是真正人类的救助 他能够把神的道供应我们 他能够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他也能够管理我们 使我们不犯罪 引导我们走正路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基督 那么这个当年的 这个成文的强盗啊 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你不是说 你说你是基督 好 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可以救自己 他的意思说 你这个自顾不暇了 好像尼菩萨过江自救 自己顾自己都不暴了 自身不暴了 尼菩萨过江啊 自己都不暴了 那好什么 他意思就要这样看耶稣 他把耶稣看得假神 好呀 所以你假如是基督的话 你要救你自己啊 你要下来啊 你都不能下来 你还救什么呢 废话 他就这样意思 但他不知道 耶稣如果下来的话 有没有困难 诸位 主耶稣一点没有困难 一点不错 李戴家一点不错 为什么呢 三根铁钉钉不死他的 我告诉你 我们都以为三根钉子打住钉死了 因为主耶稣要下来的话 他可以行神迹 他也可以求天父拆遣 十二赢多天使来救他 一赢的天使 一赢 一赢的这个世界的规律 罗马的兵制 一赢是六千人 那么十二赢多的天使 多少人你是算 一个天使 救援时代一天晚上杀了 杀死十八万五千人 就在想 亚苏帝国 怎么进去 十八一个天使 单数的那个 那个天使单数 中文看不出来 因为看一个单数的一个天使 杀死十八万五千人 那么十二赢多天使 你看 全世界人都加起来 不够他杀的了 那是当年的时代 今天四十亿都不说了 今天四十万万 当年耶稣那个时代 人没有多少 全世界人加起来 都不够他杀的 那么耶稣如果必要 他祷告一下 天使就来了 可是他不这样做 他的父啊 若是可行 求你叫这 被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主 他放弃自己的要求 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 所以克星玛尼安的祷告 是最宝贵的 祷告的典范 一种典范 一种典范 所以他放弃自己的要求 没有肉体中的需要 完全照天父旨意 所以主没有这样祷告 他要祷告天父 可以派天使救他 可是他来到人间 就是为我们死 就是要成全天父的旨意 所以他不会这样求的 他那个克星玛尼安的祷告 不是他怕死 乃是说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 告诉我们说 他在地上有个肉身 倒成肉身 肉身中间有软弱 可是他虽然有软弱 他仍然靠主 靠神的生命刚强 告诉我们肉体有软弱 但是他靠主能胜过 能软弱 他能够在那些一个 克西玛尼那么艰难的环境中间 仍然留下了顺服的榜样 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要效法 这位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榜样 那么这个强盗说 你要是基督的话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 他所看待的拯救 是今生的拯救 不是来生的 他所要的拯救 是肉体的拯救 不是灵魂的 所以他说你要救了下来 我这个肉体盯得很苦 你救了下来 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 我就相信你 这个证明说 这是今天一般世界的观点 只看重精神 忽略来世 他只看几十年 人生几十年完了 他不晓得还有来生 他只晓得肉体的需要 物质的需要 他不晓得精神上的需要 更大的需要 所以这个成人的强盗 就代表了世俗的观点 圣经说 与世俗为朋友 跟上帝为仇敌 你有这种观点 就是跟神有距离了 有仇敌了 而与神为敌了 所以这种人呢 他是想法看法 都是属世的 他不认识 什么叫属灵的福分 他不晓得 什么叫救恩 他不知道我们人 不仅是单单 能够生活解决了 还需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 他这个人盯在实价里 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 你看他没有悔改 他推判死刑了都没有 没有说几句啊 我们中文讲 人之将死 欺言也善 他都没有讲这句善言 有没有留几句话 然后后来不要 不杀头 做着好 有没有讲几句 可以留下来做 做纪念的话 所以这个人呢 倒可以说 彻头彻尾的 他是一个沉沦的人 沉沦的人 那么另外 那个强盗 所以得救呢 他的理由在哪里呢 因为他就应声责备 他一说话 他马上责备他 可见他心里面不平安 他觉得那个话 说的实在是不对 他就说 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他就责备罪恶 你看他懂得责备有罪的 那么底下呢 他也认罪 同时呢 他也怕神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你如果敬畏神 懂得怕神呢 你就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想这个强盗 所以有得救的智慧 是因为他会怕神 路加福音十八章 有一个不义的观呢 他就是不怕神 也不敬重人 所以我给他拔个字 心中无神 目中无人 对不对 你心中没有神 眼中就没有人了 今天为什么人眼睛长在头上 额头上 长在头顶上 看不见人呢 因为他心中无神 一个无神论者 都是骄傲的 比方今天青年在这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考个第一名 如果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不信主 无神的 那人家说 你考得很好很好 你一定讲哪里哪里 这哪里哪里是口里的话 心中是阿门阿门 我是考得好 是我的 但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呢 你要说你考得好 你一定赶快 赶快承认 这是神的恩典 我不敢偷身的荣耀 我们家里有六个孩子 今年呢 去年算去年 去年考大学 最后两个 老五老六考大学 前面四个都结婚了 他们都成家立业了 老五老六最小两个 同时考大学 在台湾考大学 诸位知道实在是一个 很辛苦的事情 有九万多人报名 只有两万多人考取 七万多人被淘汰 我这两个儿子 不是念得太好的 一个是中学都不错了 一个师大福中 一个成功中学 都学校不错 可是他们都在三名以下 据说在三名以内 才有希望考上了 他们都考到十几名的 没有希望的 可以说很少希望 我给我那人就负责祷告 我就祷告 我跟他讲了 我说你用净本分用功 爸爸就妈妈就负责祷告 求神求神怜悯 就求神怜悯了 但是我先给他讲好 免得昨天讲的压力太大 我说你就是考不去 我不会逼你跳淡水河 不要跳河的 考不去跳河的 有啊不是没有 减轻他压力 你叫他放 你就预备好了 仰望神 神实在是听祷告 也实在是怜悯我们 居然两个都给他考上 考上学校还考得不错 所以你看见 这实在是神的怜悯 我们常常提到说 一个神经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 大有倚靠 儿女也有避难所 实在是有道理 我们六个孩子 一个念书上来都很顺利 为什么 实在说不是别的 他们是沾父母的光 因为父母是 是仰望神的人 就在膝盖上下功夫 没有别的办法 天天跪下祷告 膝盖上下功夫 他们头脑下 我在膝盖上下功夫 就佩搭起来 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提到 这个怕神很重要 那个 路加十八章里 那个不义之官 就是什么 他是不怕神 不怕神 结果也看不起人 不敬重人 所以一个心中无神 目中无人 那么心中有神 就会谦卑 就觉得我能够考取 都是神的恩典 一点不是我的本领 虽然我们也用功 也怎么样 上帝给你聪明智慧 给你健康 还要给你机会 考试我不是讲机会主义 考试是有许多机会在里面 我那个儿子太妙了 有时候他很盲心 好几题的选择题 他都看不懂 也不会做 数学的不好的 结果他没有办法 就随便挑了 挑完都给挑对了 你看 这是不是机会 你看 我不是鼓励机会主义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很奇妙 有时候就不能讲了 这恩典太大 实在没办法讲 这个情况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心 这个强盗 悔改的强盗 他是责备有罪 他晓得 而且自己认罪 他一样受刑 而且怕神 懂得怕神 你看 一样样都是得救的条件 我们懂得罪是可厌恶 要责备 同时要认罪 承认 同时要敬畏神 底下说 我们是应该的 他承认了 因为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宝贵 我们所受的刑罚 和我们所犯的罪过 是相称的 在旧约里面 有这样 先知书有这样的话说 我们所受的刑罚 轻于我们所犯的罪 轻了 神给我们是轻 从轻发落了 从轻发落 对我们 我们应当知道感恩报恩 那么在这 我就这节经文 有个见证 我不能不说 因为这句话说 我们所受所做的相称 我有个经历 在台湾 我实在神的恩典 我能够向许多不同的 这个阶层的人传福音 有很多高级的官吏 政府官吏 我们也有向他们传福音机会 也有甚至警察 学校 我有机会去去讲课 教哲学 税务机关有机会 这些税吏警察都需要 特别需要福音的 对 他们就要签名 那么神的恩典 在大学 我在三个大学 东吴大学 中央理工学院 文化学院 教课 都有机会他们传 再来呢 很奇妙 神给我在监牢里面有机会 经常去布道 那么 你一个因为司法 一个司法行政部长以前 他要我去录了12套 这个这个福音广播的 这个录音片放在 他全省26个 监牢和和这个看守所 轮流广播 据说收效很大 所以他们就开放了 监牢让我去布道 那么 我有一次去到一个少年 和相当于青少年的感化院 那样的地方去讲道 那是个最败坏 最调皮 我去讲道的时候呢 那个管理人告诉我 哎 我要给你啊 派四个人去给你维持持续 这是干什么 啊 他说你 你想那个地方 你很难讲你讲话 他也讲话 你上面讲 他下面也讲 他讲的比你还响 还响亮 他说我要有维持 替你维持持续 我说不用吧 我说你怎么维持呢 拿四条鞭子 啊 鞭子来维持持续 我说这不大调和吧 啊 我在上面讲 上帝爱你 你怎么爱 那鞭子打你 哈哈 这这怎么爱法呢 这个不大调和 他说不行啊 你你你恐怕不能控制 他们 甚至还要打你的说不定 哎 我说那只好靠上帝恩典了啊 我说试试看 我说你绝对不要有什么拿鞭子来来来维持持续 他说好吧 他们在外面 在外面 我进去了 就一两百个人啊 都是各种不停的 不就不同年龄的一个不良不良少年 不良分子 冲在一起啊 都是杀人了 什么奸行 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各种罪 那我那天也是跟他讲这个哥他三个世家 啊 那我就在那开始 我就就黑板 我就画这个 我就在画的时候 他底下有人呢 拿个这个粉笔啊 咕咕就打 我在画 他一下子打着我的后脑勺上 给我来个下马威 下马威 跟他扒来你一下 哎呦 一个打一下子 回头过来 他们底下哈哈哈哈大笑 先先侮辱我一下 知道吗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道了 讲道的时候 一讲道我就讲 他们我讲他们也讲 哇 他们变得还要打架 吹口哨 乱叫乱喊 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 这个讲道的时候 底下一步安静 我不会讲了 不会讲 我就乱了 我的思路就乱了 这个唐从容弟兄 你们你们听过来讲道 他告诉我 他说底下人呢 讲道底下 删删都不能删 一删到思路删乱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他不准删删了 这样 人家删他骂人 是不是删删 删删也不能删 你看 唐总统那规矩太比 太严了 唐总统 听了一半站走 他大骂 骂他 迟到了 你的表停了 他问他 哈哈哈哈 那么那一天呢 那天我就在那间 打挨了一下了 我就好了 就讲道了 没办法 实在没办法 一讲啊 底下哇哇哇 打架吵架叫喊都有 那怎么讲呢 忽然间我想 我为什么不祷告呢 我为什么不求神呢 对 要祷告 那么我就说 哈哈 我们打败好不好 我一讲祷告 更笑了 哈哈 大家 导什么告 他说导什么告 你不管 你听不听 我就祷告了 我祷告 我就抓住一节圣经 所以要抓住神的话 祷告才有用 不然打空气 也没有用 这一体比书 第四章六节 怎么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面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我想我们都会背 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不是 当然背要用 要用它了 我说主啊 你叫我一无挂虑 我现在挂虑太多了 哈哈 我想这么怎么讲道 不能讲嘛 我说你叫我一无挂虑 好 我就一无挂虑 那么我就祈求了 我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这个会场交给你了 那么你要应许啊 你答应我的 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心怀意念 我就要这个平安 主啊 我要这个平安 我现在乱了 因为环境动乱 这个动乱 我心境也动乱 环境是外面 心境是内在 这两者很重要 我那天学了功课 这一个是环境 一个是心境 这个是内 这个是外 一个内 一个外啊 实在是很互相影响 环境一乱 我心里也乱了 那么怎么办 他乱 我乱得更厉害 乱成一堆了 这样一来 你说怎么能控制环境 所以我就说 主啊 你给我平安 你应许给我出乎意外的平安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 你的话靠得住的 你说祷告交托 我就交托了 现在你负责了 我交过去了 真是很奇妙 神的话 只要你诚实相信 就看见果效出来 我祷告完了 我说阿们 阿们我站下 我告诉你 我祷告完交托完了 环境有没有改变呢 一点也没有改变 反而是变本加厉 越来越快 哇哇大叫 你看环境没有变 可是弟兄姊妹啊 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我兄弟的经验 愿意给分享给你 这很重要 虽然环境动乱呢 可是我经过祷告之后啊 我的心情不乱了 这是最大的改变 我里面不乱了 你尽管乱你的 我里面不乱 我能很安静 也不会 他这一叫一喊 我脸就长了 拉长脸了 不行 他都来我脸也拉不长 我也不会烦恼 我照样讲我的 他尽管乱他呢 我心情不乱 等到我一心情不乱呢 我就真正享受主的话 说我出乎意外的平安与你同在 就觉得真奇妙 你怎么乱 我还不乱 我照样讲 我觉得很喜乐的讲 奇妙就在这 当我不乱的时候 我这么讲句 还不到三五分钟啊 我没有确实看表 大概最多三五分钟啊 忽然间下面来个 有惊人的一种瓶颈 那个精神瓶颈很可怕 一下子没有声音了 我告诉你 一下子没有声音很可怕 好像诗篇 那样细拉 诗篇你看 突然停了 你看一个大的乐章演奏的时候 一下子来个停了 没摔了 吓一跳 吓一跳 有人停停停 睡着了 忽然一不想 声音没有声 他醒过来了 这是这样子 那个没有声音好厉害 没有声音比有声还厉害啊 那么这样一来啊 突然间一下子 没有声音 我都吓一跳 呦 大家都不讲话了 就瞧着我 哎呦 赶快讲 就把这个 把这个三个十下 然后讲给他听 哎呀 感谢 讲完之后 我呼召 几乎全体举手 我说 我说给他讲 我也信扣 我说 我也是强盗 跟你们一样 跟你一样 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我今天信主了 得自由释放了 你信主得自由 不是身体啊 你灵力释放了 你里面真能得到自由了 我给他讲点这个道理 然后说 你们要信主举手 几乎全体 中间有一个人呢 是中年人 他大概三十多岁 在关在里面 他是杀人 他怎么杀人呢 这是很妙 他太太 跟别人好 红性出墙 他就用刀杀人 他给杀了 把那个儿子给杀了 哦呦 杀了几个人 后来一调查 他那个做法 他有责任的 好像我们叫什么 仙人跳这类玩意 你知道的吧 他故意拿他太太去引诱别人的男人 然后人家两人在那搞坏事的时候 他就进去 结果什么条件 讲不好 他动刀把人杀了 所以他有责任 他等于说是故意陷害人了 所以就判了二十五年徒刑 还算是没有死刑 那个判二年 那么他就上诉 他就关在看守所 上诉 他就定行了上诉 上诉那天听我讲这个道之后 他举手之后 哭了哭了就讲这个姓姜的一个姜永通 我们在教会姓姜 他就说 哎呀 我放弃上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 你看立刻引用圣经的话 奇妙不奇妙 他说我所受的这个罪 判罪行 与我所做的杀人相称 没有话说 我放弃上诉 当场说放弃上诉 真是奇妙 这个弟兄实在悔改了 然后他们就就把他判刑了 二十五年徒刑了 就是发奸执行到监牢里去 他们来看守所 一个一个少年赶花样 不算了 就是一个看守所那样 然后就送到发奸执行 然后他整整做了十五年的 十年多十五年 做十五年假释放 因为他行为良好释放 现在在我们教会 这个弟兄姜弟兄 在我们教会 他到监牢我给他施洗的 然后他一得救之后 真正改变 他变成监牢里的牧师了 他天天做见证 就做这个见证 带领人 那我们就用积淀会 积淀会有很多圣经就送进去 他在里面 我就帮助他 我们有周报 每周的讲道周报 用周报造就他 介绍他参加寒寿学校 一直造就他灵性 他起来了 他变成一个 在监牢中间的一个传道人 然后上帝真奇妙 真是奇妙 到处把他送 一个个监牢送 不要什么道理 送来 他送到哪里 福音又带到哪里 你看他穿着福音鞋 送到哪里 就他全程二十七八个 这个看守所 他一半以上都走过 他到哪里 福音又带到哪里 他做见证 他是跟强盗一样的 杀人放火 他说杀人 做坏事 所受的与所做的乡称 但是耶稣救了他 就做这个见证 他也不会讲什么道 就做这个见证 很多人悔改 那么开始的时候 他刚刚蒙人得救 还被修理过 台湾叫修理 什么修理 被揍过 因为他在那监牢里 已经关了好久了 那么他这个 又是出名的坏人 所以监牢里 有什么 有老头子 知道吧 老头子 这老头子 就是在判什么死刑 什么多年刑 关在里面 这老头子里面 规矩很大 老头子专门 剥削那些新来的犯人 这是老犯人 剥削新来的犯人 新的犯人 送什么终于吃进来 得孝敬他 孝敬老头子 有什么钱得先给他用 都是这样子 这个人 他大概占第三把交椅 前面一二三 他是number three 三把第三交椅 所以他在那 也很神奇了 但是一信了主 他神奇不起来了 他就放弃这些特权了 他就告诉那几个老头 说我现在信耶稣 不能再去剥削 我的这个难友 难友 军中的这个监牢里的难友 结果他就放弃这些 结果那些人不答应 你放弃破坏我们的邦规 所以就把晚上怎么样 用个备单 就给包起来 备单就包起来 电灯完 然后拼命揍他 打了 打得鼻青脸肿 你看不见吗 他把备单包起来 你不知道谁打你吗 这样做 那么我是每个礼拜二 那时候下午就不到 第一个礼拜 他信主了 哎呀 感谢主 当场做见证 第二个礼拜 我去我想找他了 找不到了 不认识了 原来他坐在第一排 因为面目全非 真的脸肿青的 我不认得他了 怎么搞 这弟兄 我问他 你怎么回事 他不说话 他告诉我 没有什么 这都是应当的 我犯的罪太重 这是应该的 别人告诉我 他被修理 给他里面人揍的大了 不是管理的人 是他们一同做饭 那些牢里的 所谓老头子 炸的 虽然如此 他一句话不说 不没有怨言 他就埋头在那 为主做见证 结果他关了十几年 十五年 十五年放出来的时候 做了不少工作 所以这个弟兄 现在身上有病 我们教会已经帮助他 这件事情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知道圣经的话 实在是能力 你用神的话去传道 救人悔改 你用世界的学问 你的什么一套知识 尝试一套什么东西 没有用的 听起来不错 不错是不错 没有效果 但神的话就是这些 我记得雷太太 我们的姊妹讲过 他说福音就这些 实在是 福音就这些 老旧的福音 就这些东西 但就这些东西有力量 你每次摆传也不会验 摆听也不会倦 但世界的学问很新 你听了一遍 不要听第二遍 所以这就是奇妙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 这个人悔改信主了 也就是抓住一节圣经 得救了 好了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悔改的强盗 不但是认罪了 而且敬畏神 同时他要替耶稣作证 他说中间这位耶稣 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是太难能可贵 从一个将死的犯人口里面 说出这种话来 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可见这个人平常 虽然杀人放火 良心还会控告他 苏格拉底讲一句话 良心有罪 不需要原告 良心有罪 不要原告 因为良心本身就是原告 所以他一定平常 一边做坏事 一边良心控告 证明他什么 证明他里面实在还是蒙神的恩典 他良心慢慢复活了 到了现在快死的时候 他证明耶稣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请问 全世界人 谁敢能够承担这个 这个称赞的话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这是个完人 这是个完人 所以我们说全世界人都是有罪 都是罪人 如果你不能否认你有罪 那么你就能说我绝不是完人 如果你能说我是完人 你才能说我是无罪 从来没有人敢举手说我是完人 那么既非完人便是罪人 没有第三种人 没有第三种人 不是完人的罪人 上帝看不是一百分 就是零分 没有什么八十五分的 九十九点九九都不行 要不一百分完人 要不是零分 你一切都是不及格 要不就是一百分 所以在神看起来 人就是这样的 都是一个有罪的人 唯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然后这个强盗说了 他说 主耶稣 耶稣什么名 什么意思 他要把他的百姓 从罪里救出来 耶稣 耶稣的名字就是四个字 救人脱罪 救人脱罪就是耶稣 我们说耶稣啊 这意思什么 救你 你求你救我脱离罪 所以这个救主的意思 就是耶稣 他就叫耶稣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弟兄姊妹 这个祷告 直到今天还没有成全 因为耶稣到今天 还没有德国降临 主导文里面讲说什么 愿人都追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直到今天还在祷告 神的国还没有降临 这个实现的千年国还没有降临 所以直到如今呢 我们还在等候 当年将近两千年前了 这个强盗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他所希望的是将来 将来 主来的时候纪念他 可是主给他的应许呢 是今天 是今天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 这也是福音 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恩典 什么 今天 你今天相信就是今天得救 不要等到将来 不要等到明天 现在就来信耶稣 现在就梦恩得救 所以福音是永远是现在的 福音有一个立即信 立即信 这个信是立即信 立刻 我现在信 一念之间的 一念之间我得救了 我信 我需要 马上主就进来 一举手之牢啊 一举手之牢就接受救恩了 一念之间就得救了 不需要等到将来 所以有人说 信耶稣上天堂是将来的事情 今天这里就是天堂 我们大家的罪 都靠主的宝血接近 我们彼此能够在主里一爱相细 以爱相细 彼此相爱 这就是天堂了 所以这个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 是种无形的天堂 就在现在 所以你看他 耶稣给他讲 今天你要通过在乐园 这是现在的 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 看见这幅图画的意义 就是耶稣在中间 左边一个强盗沉沦 右边一个强盗得救 而这个左右两个人呢 与耶稣的距离是相等的 你看相等的 相等的 并不是说耶稣在右边 或在左边 他们的 耶稣在中间 换句话说 得救与沉沦 机会均等 这件给我们一个挑战 我们今天是否给那些 不信主人提供必要的机会呢 有没有提供呢 我们对家中不信主人 有没有天天灌输 他这个救恩的道理呢 对孩子们 有没有从小给他提供机会 去上主日学呢 我们或者自己 至亲的配偶 夫妻之间 还有一个信 一个不信的 我们有没有天天 活出主的形象来 啃背实价 啃舍己 让对方受感动呢 我们是否真正能够提供这个 均等的机会呢 你看这两个 得救与沉沦 机会均等的 都跟主一样 静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还没有得救 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主与他很相近 主并不远离他 所以要是我们去提供个机会 带领他接近主 认识主 这是很重要 那么这个两边的强盗 一个得救 一个沉沦呢 我再强调一句 决定他们的命运的 不是他们的过去的历史 那是他们现在的选择 现在的抉择 他过去的历史都是败坏的 但是现在 他死之前 现在的抉择 现在的选择 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那么他们决 他们命运所以被决定 是因为他们对耶稣 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信耶稣 接受耶稣 得救了 上乐园了 那个拒绝耶稣 讥笑耶稣的 沉沦了 下阴间了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结局 完全由于他们对耶稣不同的态度 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再往下去要思想 就中间这个十字架 是给谁预备的 中间这个十字架 不是为耶稣预备的 本来是为一个巴拉巴预备的 刚才我讲巴拉巴 这个巴拉巴也是个强盗 也是个杀人放火的 强盗 关在牢里 听后将来时间到了 就把拿来挂石架 所以他已经判了死刑 等候死期 死期一到 就要死了 可是忽然间 犹太人的忌妒耶稣 犹太人的许多祭祀长 文士法利赛人的忌妒耶稣 他们 他们说在比拉多边就控告他 虽然这个比拉多三次做见证说 我查不出耶稣有罪 讲了三遍 但后来还把他给判死刑了 还判死刑了 那些犹太人说什么 说 盯耶稣 实驾 释放巴拉巴 把巴拉巴释放 把耶稣 盯死 把一个有罪的释放 把无罪的判死刑 天地之间 哪有这么不公道的事情 可是神的奇妙的爱 准许这个不法的事情发生 借着这个不法的事情发生 成全了神的美意 把救恩成功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测度 这个测不透的爱 这个奇妙的爱 没办法讲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法的事情 上帝准许他成就了 所以有人说的好 宇宙中间的 神 人 和魔鬼 三者之间的 永远不能调和的 神 代表良善一面 鬼 代表邪恶一面 人是中间的 人倾向神 人就行善 人倾向鬼就作恶 但是人在中间 任何时刻都不能 这三者都不能一致 没有一致的时候 唯独一个时间 就是在人类历史上 只有这一个时间 神 人 鬼 三者一致了 三只手拉在一起了 那些鬼 撒旦 想利用那些什么 利用那些不法之人 说把他钉十架 钉十架 钉十架 他们是受撒旦的诱惑 撒旦和人联手了 要把耶稣钉十架 而上帝在上面 批准了这件事情 批准了 用他的爱 来批准这个事实 批准他可以 死 让他死 所以主耶稣挂在十架上 从上午九点下午三点 六个小时 是痛苦 到了中午十二点时候 天都黑了 那是表明神的愤怒 都临到这个无罪人身上 把他看作个大罪亏 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 丧失架 所以当时神对他的审判 就是对人类的审判 所有罪都在上面 这个审判都在他身上 所以天都黑了 然后这个时候 神批准耶稣的死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人类历史中间 绝无仅有的 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 就是神人鬼三的联手 联手在一起 做成一件事情 就是把耶稣钉死 这样一来 人以为 我把主钉死了 那个嫉妒他的心就消散了 撒旦想 好 这下把神的儿子钉死了 他就不怕了 但神也借助这个成全 奇妙的很 就成全了救人的计划 就结果人的所有的罪 都记在耶稣上上 那么耶稣是无罪担当了 那我们这些人 信了耶稣的人 罪都交给他了 他替我们背罪贷 结果我们得到释放 我们得到平安 罪得赦免 人才有平安 我们灵魂得到拯救 所以这就是救恩的奇妙 天地间 就这么一次 神人鬼三者合作 合在一起了 非常奇妙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们要思想 就是中间这个实价 挂在上面是耶稣 但是应当挂在上面是谁呢 是巴拉巴 本来那天巴拉巴也拉出来 三个都是强盗 都钉死了 结果巴拉巴莫名其妙 就无缘故的释放了 耶稣也是无缘故的 莫名其妙 给盯上去了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 根据教会的历史 这样记载 说巴拉巴那天 判了死刑了 天天等在监牢里面 等到哪天 止刑死刑了 忽然间来了 执行官来了 有一天 就把监牢门打开了 巴拉巴出来 这是教会历史 这样说了 我们其实没有圣经这样记载 可是教会传说如此 巴拉巴出来了 我想他出来是一定还表示英雄 还装冲作英雄了 还要讲再过二十年一条好汉 还要讲一句大概 然后出来 他说要去死了 他以为要死了 哪里晓得 那个执行官说 巴拉拉出来 说我释放你 释放了 也不跟他讲原因 他本来就判死刑了 以为去去执行死刑了 说你走了 把他放走了 这巴拉莫名其妙 没头没脑的 怎么搞的 出来了 他说就出来 据说一出来的时候 他走到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 市区里面 一看 很奇怪 今天变成万人空向 所有那个 整个耶路撒冷市 变成个死士了 没有人了 全部人都哪里去呢 有时候看一种电影 那个市区里 忽然就没有人了 会吓唬人 会害怕 整个市里没有人了 那个整个耶路撒冷空 万人空向 结果他怎么搞的 没有人呢 他就跑出去 跑到外面城外一看 一看就不得了 所有人都到山上去看热闹 就看这幅图画去了 看这个事情去了 人都到格格他山 去看那个丁丁耶稣的这个事情 万人空向都跑光了 那么这个巴拉巴 还没头没脑 不晓得什么事情了 他就也上去看热闹 一看走到那个 格格他山上 一看 左边一个强盗 是他的朋友 右边一个强盗 他的同伴 他都认得很熟的 这两个家伙丁在那 他就往中间一看 不认得这个人 怎么搞 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呢 巴拉巴有点伤他自尊心了 你知道他吧 什么自尊心 他心里想 历史历代 所有丁十架人 他都认识了 今天来一个 不认识人挂在上面 这是我这个咕噜寡闻了 变成咕噜寡闻了 我怎么不认识他呢 他有点生气一下 这不认识他 他就问旁边站 左边这个是我朋友 那边是我同伴 我都认识 这中间这个谁 我不认识 居然是来一个 我不认得人 那个人一看 是巴拉巴 吓一跳 巴拉巴杀人放火 我一想 对了 巴拉巴放出来了 他说巴拉巴 你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吗 他说我怎么认识 是不认识 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吗 这个这个人给他讲 这个人可能是个基督徒 他说 左边右边 你可以都不认得 没有关系 中间这你不能不认得 他为什么 你晓得你今天 为什么出来了吗 释放出来 我也不知道 他把我放不出来 他你之所以有今天 就是因为这个人 替你挂在上面 他替你死的 你本来该死该亡 你本来已经判死刑了 忽然间人家把你释放了 比拉多把你释放了 把他判死刑 他是无罪的 替你去死的 别人你都可以不认识 这个人你怎么能不认识 他你的救命恩人 你怎么能不认识 巴拉巴不相信 他天下哪有这么好事 我死 他替我死 没有这回事 好你看 他在那看 看到耶稣在释迦上讲了七句话 中间这句话最摸到他的心 就是刚才念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句话一讲啊 这个巴拉巴跪下去了 他说我就是因为无谓无知 做了许多犯罪的事情 但是他替我死还替我求 他不但替我死 替我求 替我求天赋赦免我们 哎呀 那一下他整个被神的大爱啊 打倒击倒在地下 当年扫罗被神的光扑倒 他是被神的爱 整个爱把他击倒在地下 他爬在地下了 据说那些教会历史记载 他就爬匍匐到这个耶稣基督 他施加的旁边 抬头望主 他说耶稣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晓得你凭什么要替我死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你是在替我死了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晓得你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你替我死了 我是该死 你替我死了 他说的这话 主的血从上面流下来 就滴在他头上 保血接近他的罪 从此这个人等到耶稣断气 说成了断气了 他就站着走了 从此以后在小雅西亚 圣经里面 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 小雅西亚那个地方 七个教会 发现一个赤脚 赤着脚的一个传道人 面貌还是很凶恶的样子 就是巴拉巴 这个传道人变成一个 什么传道人 他到处传讲耶稣 他也没受过教育 也不懂得怎么传 但他懂得一件事 他懂得什么 他说八个字 他替我死 这件事我知道 我别的不知道 耶稣替我死 我知道了 是确实吗 他替我死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要为他活 为他活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就是讲这八个字 所以那个时候 小雅西亚 七个教会 到处看见有人传福音 这个人最特别的传福音 就这么传法 他说他替我死了 结果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因为他说 他是第一个 人类史上 第一个认识 救赎真理的人 第一个认识救恩的人 因为他实在晓得 什么叫救恩 我们都是该死的 主替我死了 我一当挂在上面 主替我挂了 他知道 他实在亲身的经历 所以今天你我 如果认识 这个真理的人 有福了 我们基督徒 也许还不晓得了 我们是从理论上 认识的 你有没有亲身经历呢 所以当年 约博士风文有主 经过苦难 就亲眼看见主 许多人对主的了解什么 停留在什么 观念中 观念中 不是进入到经验中 我们要把观念变成经验 把理论变成实际 把风文变成眼见 才是真正得救 所以说是得救得救 到底我们真正得救没有呢 你跟主的关系 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是否真正是 是一个经验中间 实在是经验中的主 我告诉你 主是可以被经验的 不是单单在旁边享受他 欣赏他 在那笑发他 你得经验他 你经验他了 你才真正与他发生真正的关系 血肉相关的关系 他替你流血 他替你死 你真正有这个感觉 那实在是得救的人 我在香港 一个一个老太太老姊妹 他实在是 一看他脸就晓得 是个盛名充满人 那么光那么亮 实在是可爱 七十多岁一个老太太 她跟我讲的话 我一生受用不尽 她说弟兄 我以前信主 信主信了几十年 都是没有真的信 实在进到主的爱里去 享受主的同在 神灵的充满的时候 我的感觉什么呢 她讲得很妙 她七十多岁了 她说我的感觉是这样 主爱我 我都想到主的爱奇妙 她说人家一讲到耶稣 我心就跳 她说我就想到 我在年轻时候 二十多岁 十多岁 跟我先生 他先生去世 谈恋爱的时候 人家一讲到我先生名字 我心就跳 我不能跳 心会跳 一讲到我的 我的那个 未婚姻夫 我的脸会发烧 脸会发烧 现在人家一讲到 耶稣 我心也会跳 一讲到主耶稣如何 我脸会发烧 你有这个感觉吗 他真正爱主 把他当丈夫一样看待 把所最亲爱的人看待 一个七十多岁老太太 一讲到 他给我讲的话 脸还会发黄 还会有点脸红红的 你看奇妙 好像那个少女 刚初次谈初恋的时候 那个味道一样 那真正敬到神的爱中 他这样感觉 他说人家如果有毁谤 耶稣不信主人 讲就说 哎呀我心痛啊 那真是伤痛 他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对主的爱 实在是 我们所谓讲的是太惭愧了 我们实在不晓得 这个长阔高声的爱 多奇妙 我们尝到一点点爱的滋味 就一生受用不尽了 但是这个人 我们就想到这个巴纳巴 当年的所传的这个福音 就这么两句话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这个就是奉献之道 我肯为他活了 他这样为我死 我不能再保留自己了 我没有权再把自己抓在手里 我应当交给他 因为我这个人所有权是在抄在主的手里 他出仲价买我们 留宝血赎我们 我们今天这个人不再是自己了 你如果还不懂这个道理 你实在不配做基督徒 说实在 我这个话对我自己也对我自己讲 你我如果还不懂这个道理 不配做基督徒 因为许多人今天有个错误的做法 在教会中间两种人 一种是蒙恩得救就完了 一种是奉献自己 其实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只有一种人 一信就奉献才对 因为我们所有权不是自己的 你怎么可以招在自己手里 你买个房子有所有权状 我们这个人的所有权状在主的手里 你如果不给他 就等于你等于偷窃他的 你就霸占他的 所以我们真是要记住 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奉献 没有一个真正认识救恩的人 还保留自己的 所有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 他晓得他自己不再是自己 像保罗一样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有这样的认识的人 他才能够在神面 在人前做见证 他做的见证才有能力 他晓得自己是什么人 就像得救巴拉巴一样 他为我死 我应该为他活 如果我再保留自己不给的话 我这人简直天诛地灭 可以这样说 不应该有这样的行李 英国的一个F.B.Meyer F.B.Meyer 大家都听过 Meyer这位先生 我看他一个见证 非常感动 Meyer这个人 是个学者 圣经学者 写了很多书 讲道是头头是道 人家都欣赏他的才华 口才又好 学问好 写他的讲章 许多人传送 可是他就觉得 老是觉得力量不够 我们中间 如果侍奉主人 你一定有感觉 你如果跟随主的道路 走一段以后 你一定会发现 自己太空虚了 里面太没有能力 我们实在越来越渴慕 越来越觉得不够 真正做功能是这样的 他也是这样 外面称赞很多 他里面觉得枯干得很 所以他有一天 就听到一个年轻人讲道 那个年轻人在讲道 他就听那个年轻人讲道 他就觉得不同 与我不一样 他讲的有能力出来 那个年轻人讲什么道 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讲了最基本的一个福音道理 因为他听了 不得了 里面实在受供应 得到供应 散会之后 他就过来找那个青年传道人 他说 哎呀弟兄啊 我实在很渴慕你 那个弟兄一看 是个迈尔 迈尔是个大步道家 说你这样讲 我怎么受得了 我应该向你学习 他说你不要客气 我发现你有能力 我没有 我发现你里面有奇妙的地方 我没有 那个弟兄这样一讲 说是迈尔先生 你既然这样讲 我就告诉你 你要问我的能力的来源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奉献给主 没有 这个话对一个传道人 是个侮辱 我们传道人还没奉献 做什么传道 他很谦卑 F.B.Meyer F.B.Meyer 是英国一个 他十九世纪 他就说 弟兄我奉献了 你怎么奉献 他在一个退休会里面 大家举手 我也举手了 奉献了 他这个奉献是一般的奉献 不够 你还有没有个别的奉献 单一的方面 单独单一的奉献 他什么叫单一奉献 他你个人不但当众举手奉献 还要找个时间 单独跟主做个交代 怎么交代呢 把你全所有给他 你说主啊 我不能再保留自己了 我得什么都给你 不保留任何一样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哎呀 Meyer说我没有 我确实没有 他你就照着去做好了 你这样你交给主 能力就来了 因为你一交出去 就倒空了嘛 你现在还没交出 不会倒空的 不到圣灵怎么充满你呢 所以你一交 他想对 就祷告 天天祷告 祷告祷告 祷告了好多天之后 他忽然间在异象中间 看见主来了 祷来 祷向 他怎么知道祷来呢 祷向他伸手 手上有钉痕 钉石架的钉痕 祷来了 伸手 Meyer一看主来了 他在异象中看见 伸手啊 他晓得主要什么 他赶快掏口袋 偷偷偷偷 就把这个钥匙掏出来了 钥匙一把钥匙 就给了主 主把他钥匙接过来 看一看 主这个时候又伸出来了 又是有钉痕的手 哎呀 Meyer说 主啊 我都给你了吗 主也不说话 摇摇头 说没有 你怎么能骗主了 主什么不知道了 他说给 主说摇摇头 Meyer想 不错不错 这个使然给了 这里还还有一把 还有一把钥匙 还有一把没给 Meyer就跟主商量 讨价还价了 主啊 我都给你 就留这么一把给我吧 主说不行 他说 你如果不是全所有的奉献 就是没有奉献 你不是整个的给 就是没有给 你现在选择 Meyer不肯 这把最后的钥匙 Lasky就放在口中 想来想 舍不得 舍不得 主不勉强你 我们的主 从来不勉强人做事 他给你自由 你选择自己 要不要得救 要不要奉献 自由 当他一犹豫 主就把手伸回来了 拿着这些 走了 这一走 他想了 招了 当成耶和华 可寻找寻找他 相敬求告他 不能让他走 他赶快 主说 快来 主回来 叫主回来 我们的主真是柔顺 柔和谦卑 他回来了 你要他回来就回来 呼之急去 呼之急来 他回来了 主还是在回来 回来 他说 Meyer说 主啊 都给你 把所有钥匙都交出去 交完了 主给他笑一笑 哦 这个意象过去了 Meyer从地上爬起来了 感谢赞美主 就那一撒那之间 他被圣灵充满 第二天起来 再讲 讲道 他就不像从前那样 花时间怎么样 修饰 讲章 做得很美 都不这套了 他就把神的话念出来 念完了神的话 讲台上 念完神的话 那是礼拜天 念完神的话 一看底下人 平常人家是欣赏他 称赞他 现在念完 没有人称赞他 没有人欣赞他了 但所有人都在流泪 所有人都流泪 那个时候 十九世纪的讲台 它上面很高 他所有人都趴下去了 他讲道的时候 讲道讲完了 祷告 一祷告 眼睛睁开一看 没有人了 他祷告完了 一看没有人 怎么没有人呢 所有人都趴在地下了 看不见了 人都跪在地下去了 你看看 这是真正圣灵充满 为什么 他把自己都交出了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真正为他活 是全所有的交出 今天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 你我是否交了一半 交了三分之二 十分之九 你那把最后的钥匙交了没有 那把最后的钥匙 注意 代表什么不知道 也许是你的什么才华 或者你的什么学问 还不肯 还不肯舍弃 或者是你那个什么名望 那个面子 或者是某一个嗜好 没有交出去 最后一把钥匙要交出去 交出去之后 能力就来了 这个就是奉献之道 所以今天我们末了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们真是要求我们的主 怜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让我们看见 你我都是巴拉巴 都是巴拉巴 都是该死的人 主让我们不死了 不但不死赦免我们 还给我们力量 还给我们机会 不但做他上帝的儿女 还要做基督的同工 来侍奉 何等有福 问题在我们是否明白这个真理 也是否愿意把最后一把钥匙交给他 我们祷告 今天当我在和大家一同祷告的时候 特别最后呼求一下 我们这是谢谢主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 也给我们许多机会 能够在主的面前表明我们的心愿 我们真是要感谢主赞美神 我不知道在这末后一次聚会中 还有哪一位目到的朋友 要想表明他的心愿 愿意接受耶稣做救助的 我想今天还可以表示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愿意不愿意举个手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 感谢主 还有哪一位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哪一位 你说我从前不晓得到底得救没有 我这次实在要重新决志 表示说我中正信主 还有哪一位没有 你可以表示一下 为你祷告 不要失去这最后的机会 我们要现在信主 现在得救 你再多救恩回家 多美 何等的美 还有哪一位没有 如果你从前是挂名的教友 你先立定决心 不要面子了 我举个手 我现在就要信 现在就得着恩典 主在我们中间 还有哪一位没有 刚才有一位举手 感谢赞美主 那现在我再问问 我们中间所有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 你我是否今天愿意在这里 把我们最后的钥匙都交出来 实实在在的奉献 已经奉献的人可以有新的奉献 我们愿意这样做的人 愿意奉献自己给主 请你举个手 我们在 我也要举个手 我们都在主面前 感谢主 我们没有保留的 感谢主 请放下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在主面前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 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你从天上来到人间 寻找每一个世上的人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在这个地方 也寻找到许多世上的灵魂 我们愿意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都向你感谢 向你感恩 求主耶稣基督 特别在今天举手这位弟兄 愿主用宝血厚厚接近他 让他真是经历了重生 得着了永生 愿主你保守他一生的道路 走在你的正道上 不偏左不偏右 求主恩待他全家人都能蒙恩得救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为了刚才所有举手的每一个人 我们在你面前感恩 主啊 这是你的爱的激励 也是你恩典的护照 你让我们看见 主啊 你自己奇妙的救恩 我们真是数算不尽的恩典 我们也真是 我们全身是口 也不能数算的完 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施恩赐仆 你也伸出有钉横的手来 拉住每一个奉献的手 主啊 你使用我们 你也重用我们 在我们前面道路上 你给我们提供更多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的机会 让我们多多做主公荣耀主的名 让我们今天这个决志 今天在你面前奉献的决志 就是把每一个人最后的钥匙都交给你 主啊 你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使用我们所有的 我们无保留的交给你 但愿主 你完全占于我们 让你的灵真正充满我们 好 让我们今后的道路上 这是满了主 你的祝福 引导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无论我们遭遇是祸是福 是得是失 是生是死 但是我们总是主的人 我们愿意把一切无条件交给主 愿主恩待我们 使用我们 也赐福我们个人的家庭 保守我们的父母 儿女 夫妻都在主的恩典中得到长大 使我们在为你做工的人 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天天靠主的恩典 顿跑永生的道路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也为说中南部 所有各地方查经班祷告 求主你实用这些工作 实用这些每一个团契 能够为主得人 我们真是感谢你 这些年来看见有两三百个 在北美这许多查经班 都是主一手带领起来 求主你赴我们负责到底 让我们真是有更多的灵魂得救 更多的人被你兴起来做工 能够让主的名 这是被高举 主的实价被广传 能够更多人得到拯救 我们谢谢你 也愿天父的心 因着这些工作得到满足 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